又会苏名诗人 苏曰 忍之为德 持戒苦行所不及 对话是真的 也就是忍辱之德 超过持戒 超过苦行 忍辱 肯定有持戒苦行 就在他日常生活当中 他样样能忍达 他有同情心 他有怜悯心 他有慈悲心 他处处忍让 世事皆既 像苗凡事训里面所说的 原苏凡的妇人 冬天 为儿子逢棉衣 家里有失眠 苗凡先生看到的时候 他用的些棉花 失眠比棉花更好 家里有失眠 为什么不用失眠 有棉花 他夫人说 失眠的价值高 他把失眠换了棉花 失眠只能做一斤 我换成棉花 可以做两三斤 儿子有的船 也可以送给 穷苦的人船 苗凡现在听了点点头 儿子有福了 学佛的人 要常常为别人想 我初出家 在寺院里面住过两年 我所见到的 寺院出家人 不知道媳妇 为什么呢 供养来得太容易了 助长了舍蹄 浪费点这个息 这损负吧 这个事情肯定又过把我 要知道 这个我过去讲这个话 讲得多 这个社会上 哪一个行业 哪一个行业 多容易呀 唯独出家这个行业 不容易 为什么呢 它富得有很大的 因果报应 在其中啊 那 那 信徒供养 不管多少 它是真诚 恭敬信 来供养 希望修福啊 我们修得什么 接受这个供养 能消化得掉吗 古大德告诉我们 施主一厘米 大如须米山 精神不了道 皮毛带救还 这能随便接受吗 这能随便接受吗 哎 不 Hamm 这三位 哎 这能随便接受吗 这边 这能随便接受吗 再次